開盒 首先我們要開盒 盡量小心不要不見螺絲 或者小心不要被螺絲掉到引擎底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好久沒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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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不知道是否看到 到期 這些看到是到期 因為火咀上的心不平 可以看到嗎 要遠一點 因為要調 可以說 可以看到 心已經蝕了 不是一個原定的平點 這些火咀是到期的顯示 四支都到期 我們要看看 這支還很明顯 看到這個不是原定的平面 這些就是到期 旁邊的熱都燒到變色 這些都幾久了 差不多一年了 一年 一年算快 一年是嗎 你行了多少 這些 應該是拿車的時候 他有幫我換過 差不多 因為正常 香港用 因為香港溫度比較高 這些 消耗比較快 一年都應該換了 差不多 我們現在這支呢 這支呢 他就說 鎖了十萬公里 看美國那邊的平原魚 都 送一個 我給他八折 都八萬 還有 主打不是長手 其實真的 挺好燒的 這支 穿車 踩踩踩應該感覺到 這個會 放下去有沒有技巧 這裡 放下去最主要就是 你要 感覺一下那個 啞 是不是扣到 是扣到的 是順的 如果你覺得不順 就不要硬地扭下去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會扭到滑 就 會很麻煩 而且你扭到下去的時候 你是感覺到扭實 誰的車 感覺到扭實 那就要停了 不要扭死它 不要出盡力扭到它 扭死它 否則很難拔出來 嗯 它 火咀會燒得不太好 即現在的狀況 就吃油一點 對不對 因為它燒得不盡 嗯 它現在 這一套新的火咀 舊那一套 舊那一套 舊那一套不會 因為你換了這一套火咀之後 你應該會覺得 有沒有聽了 可能 我想的意思是 如果一直用舊那一套的話 就可能會吃油一點 會不會呢 不會 會 還有這輛車會沒有力量 好像會覺得 之前我就走一缸大概350公路左右 平時 平時一缸350公路 對 多少城市 多少公路 七成城市 三成五重 那也真的差不多 因為我七成高速 三成城市 一缸油 走近430公路 至450公路 我記得冬天就走得多很多 冬天不用太熱氣 對 400公路 可以走到480公路 冬天我走到480公路 那就是關火吹事 可能車手起步 其實都已經有些影響 我慢油 慢油 對 慢油 慢油 就是 輕腳的 已經有果準 有些影響 未必一定完全是 其他東西 應該只有其他東西 對 可能有時候 輪廓門大了 十六十七吋 那些都會有影響 十五公里 你裝了兩個 整樓都會吃油 是嗎 差20公里 未裝之前多20公里 會不會是因為整完之後 你覺得很冷 所以再多兩腳 都沒關係 其實我一樣 但是呢 是吃油了 整了這個 我之前這輛車是老 然後我就弄了整樓 那就覺得 厲害了 厲害了 後來剛好換手 換了小飛合 對 換完小飛合之後 駕駛很遠 我覺得 對 新的嘛 對 那我就不知道是新的關係 還是 你現在呢 正常去到大約一千左右 就是磨合 如果都是這麼FIT 就真的是那隻隻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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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售了 但是要吸回下去 好 吸回下去就沒有什麼技巧 還要充分 它不是只有一個位置 扣下去 快一點 還有一口 最後一口 插落一個 bench 沒有錯 沒錯 因為打敲螺絲對 而且你看到 很鬆的 OK 扣緊了 最重要的是 每天都可以錯 黑白黑白 而且你看到有次序 因為典科的次序 你換典科就是換衣的位置 對 換典科就是這個 有些人會改善 正常我們這些 正常我們這些 就 13.6 這些 有些車主 會改善 加大一個 15 以上 理論就是 典科會更加強 會有影響 因為電壓大了 會對NG的壽命有影響 我們都沒有 加大電壓 換個插座就加大電壓 其實有兩隻 通常 多人要一隻就加電壓 另一些就是 用來增加電壓次數 有一樣的 前者就是 直接加馬力 對 對 對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 我們這些車的電路款 死了 對 你強行加大它 有機會會燃開 燃開 對 因為你這組線 你換到 總龍你換到 對 對 所以就會加快 螺旋鋪 對 所以那些線 可能 不夠力 不夠力 如果你加大了 對 就是你強行加大它 但其實它 不能夠負荷 對 對 通常 玩這些都是歐洲車 基本上 預算你是加大 有機會那些 它會比較漂亮 但我們這些日本車 尤其我們這些車仔 你一定是 能夠負荷那一隻 可能是 那些 可能是 可能是 但市面幾隻 真的是 那隻 那隻 真的加大那隻 日本車仔 就經過測試了一點 所以這些 一分之二分之一 你玩的 那個是插座 即是開還是 你換那個 開 那隻可以 其實就是 增加電話次數 哦 對 尤其是高轉的時候 高轉的時候 會更加明顯的 準備著車 好 好 好 看不到 對 OK了 OK了 那就整個 換火車就完成了 這樣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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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